歡迎回到職場教導資有問必答的環節 先介紹我身邊的嘉賓 是來自我們要材證券研究部的副經理陳偉聰先生 Jason Jason 你好 這一節是問答環節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關於股票的可以問問嘉賓的話 現在就可以打電話來 204-666或是繼續電郵給我們 電郵地址ASK at bschannel.com 首先跟大家跟進一下大市現在的走勢 見到大市現在升175點 19760點 至於成交額方面是169億 掛企指數是9630點 升107點 而其指方面是19735點 升237點 低水25點 成交量方面是29000多張 見到美股方面比較淡靜 大家對於未來的會議或消息都比較審慎 對於大市來說是否比較反覆 近來美股方面的表現也是一個上落市的格局 之前的跌勢在這幾天內比較審慎 但也可以留意這幾天 美國方面的藍籌股表現相對比較硬 但科技股方面的表現就很一般 特別是見到之前是蘋果和Facebook都出了業績方面 表現都不是太過理想 都令到NASDAQ方面的指數其實近期都明顯是跑輸大市 當然現在市場上對於外圍市況的焦點都還是放回去 例如星期三就是聯儲局方面的議息會議 另外星期四方面就輪到歐洲央行那邊 大家都期待著究竟這兩個央行方面 到議息之後有些什麼跟大家說 看回昨天方面都見到美國財長蓋特納都特意飛去德國那邊 跟歐洲央行和德國那邊的財長去談些事情 當中談些什麼暫時都沒有人知道 但大家都喘測 既然美國方面都飛到歐洲那邊去談的時候 大家都希望去到這個星期央行議息的時候 大家歐美那邊都會有些實際行動出來 可以提振市場的信心 到最後會不會好像大家預期著 真的有個所謂重新買債的行動呢 講歐洲央行那邊會不會再度落實呢 就說可以在一手市場上買回西班牙或者意大利這些國債方面 其實大家都是非常之期待的 有這些衝勁底下都見到這幾天的 無論是外圍的股市或者甚至乎港股來講 表現都叫做是好一點 但你都要留意一下 如果你說去到最後結果出來的舊市力度 是沒有市場預期中那麼高的時候 都有機會可能都會出現一些沽壓 都令到大股市可能還會有機會做調整 所以大家去到這些位置再追不追貨好呢 我自己覺得那個態度應該是要比較保守一些 比較審慎一些 這些位置再去大手追貨的風險相對來說是比較高的 其實也講到美國的財長和德國財長方面都有一個會面 其實發表了聯合聲明都講到促進大國各加強合作 以應對歐債危機方面的問題 但沒有披露到會採取什麼聯合行動 但講到這個聯合聲明就有讚到 愛爾蘭、葡萄牙、意大利和西班牙 在解決債務上的問題所作出的努力 但就沒有提及到希臘 其實會不會在希臘方面真的比較爛了些呢 這個可能都有一個叫做間接的壓力給希臘那邊 希望他們接下來都可以在削赤的問題上面可以再加把勁 希望都會再盡多一些的努力 但現在看回希臘方面其實都只是希望一件事 就是在德國或者其他歐盟國家去到再跟他們商討還款協議的時候 希臘那邊的政府都希望將那個還款的條件 是要進一步是放鬆 包括就說那個還款期方面可以延長 甚至乎那個還款的息口方面都有機會是削減 更加講到就說 接下來一旦希臘真的叫傾不定數的時候 不排除都還是有機會要再度削債三成至五成的 那到最後會不會希臘這些玩火的表現 換來的代價就是得不到那筆的援助金 而令到國家是踏進這個破產之路呢 那這方面大家都還是要期待著 那如果你說看回近期 就是德國方面一些官員 都開始放風就說就算現在希臘方面真的違約都好 但是實際上對於歐洲經濟的衝擊已經是沒有之前來講就是這麼大的了 那既然你說德國那些官員都說到這些說話的時候 可能德國那邊都已經是作出最壞的打算 就說真的希臘一旦是傾不定數的 或者一旦真的符合不到那個削測的目標的時候 都有機會暫停對他的援助 到最後究竟結果是否真的好像德國那邊的人想到 那麼樂觀或者衝擊那麼小 大家都可以拭目以待 除了歐洲方面的情況 大家都很緊張之外 其實美國方面的經濟大家都很關注 星期五就會公佈上個月的就業報告 其實都會看到在經濟方面的一些變化 市場就預計 上個月的新增非農業的職位就會增加到10萬份 至於失業率方面就要維持在8.2 其實失業率來說英國方面的官方都會頗重視 Jason 你是怎樣預計這個失業就業方面的問題 就業方面就見到美國最近那四個月出來的 購入方面的數字都是差過預期 上個月就更加只有六點多萬份的增長 如果你說去到今個月出來的數字 都是符合不到預期的話 變相就令到QE3推出那個緊迫性 或者那個需要性方面就會相對提高了 大家特別是聯署局方面 非常關注著美國的就業市場 特別是去到今年的年底 就是美國總統大選 如果到時候那個失業率仍然都還是那麼高 或者新增職位仍然都是那麼疲弱的話 對於奧巴馬連任方面都有一個挺大的阻力 所以如果你說一旦去到今個月那個non-fine payroll 或者非農新增職位的數字都還是差的時候 大家就可以期待去到下個月 美國方面Jackson Ho的會議上面 聯署局主席方面就有機會可能暗時會再度推出一些 就是量寬的措施 看看究竟相關的措施或者相關的憧憬 能不能夠都可以進一步支持美股方面的表現 講完外圍方面的消息 都講講個別的股份 看到今天行資成份股裡面做得比較好 暫時來說最好的就是編號101行動地產方面 看到消息都指 今天行動地產會沽出 大約10億全灣公路服務式的住宅 就是丁蘭居的 之前也有說到7月中當中 沽出6億的長沙環的雙下 其實買這麼多來說 會不會行動想套現有多些現金在手呢 基本上在近幾個月香港樓市都做得不錯的時候 盡快去到沽首手上的物業或者資產都是一個可取之處 因為始終去到今年下半年 當新政府落實土地供應或者樓市政策之後 會不會都令到整體本地的樓市會有個較為大些的震盪呢 大家都還未能夠估計得到的 但是如果你說這一陣可以乘著市都叫做做得不錯 而到討厭一些資金回來的時候 去到下半年 當政府方面真的有些新的土地來公開招標 或者公開去到競投的時候 他們手上都會有更加大的彈藥 來做這個吸納土地的需要 所以看回如果你說今年上半年 無論是順智或者是場實方面 都見到在物業的銷售方面都是做得不錯 而且都套現了相當大的資金 如果你說現在行動方面都加入了一份的時候 我相信大家一眾的地產發展商 都希望就為了盡早去到套現那些物業 以比就更加多的資金 來作為一個下半年 或者去到明年方面 吸納土地儲備方面 一個很重要的彈藥 是的 行動說今天在三個時間 就會公佈中期的業績 現在來說股價升了超過3% 升了就是8毫半指 現在正在做27.4毫半 是否在職前都有一個炒作呢 始終你說這些藍籌股方面 整體的業績的表現 就不會特別頑皮 跟內地的國企 或者跟民企方面 就有一個相當大的對比 還有如果你看回本地的地產股來講 我相信他們的中期業績 應該都能夠符合到預期 再加上就是 譬如說今年上半年 整體那個香港的樓價方面 都沒有怎樣跌過 再加上在過去兩三個月 整體那個物業方面的銷售 都是有個回暖的跡象 所以我相信這些類型的地產股 都未來公佈的業績 應該都有個幾不錯的表現 所以業績之前有個炒作 都絕對不出奇 那看回那個股價 我看到它連上今天方面 都叫做連續第三天 有個列口高開的情況 那如果你說經過三個的上升列口之後 去到這些位置 你說再急升的空間 就坦白說就不是說太大 那我相信 如果你說以走勢來計 都有機會在這些位置 就先做一個短期的調整 因為都見到 二十七個半 二十七個六 這些位置 阻力都是比較大些 那這些位置 如果要調整的話 我相信都有機會 下去大概是二十六個半 所以都是那句 就算你說業績出得好 但是既然你說它的股價 都叫做 即是升到上去這些阻力區的時候 現價再度去高追 我覺得直播率就不是太高 好 另外講講 就是今天的焦棍焦點的股份 就是惠虹編號5號 我看到現在都繼續升 就是捱1% 正在做65.8毫半 其實講這隻 剛才講到本地的業務 都算不錯 但是繼續都會受到歐洲方面 或者美國方面的消息去到影響 Jason 你又怎樣看呢 這隻股份 泥鴉走勢 始終它都是藍銷的重磅股 匯控方面 我相信 大家今次看報紙 都看了很多相關的消息 或者業績的詳情 基本上 如果你說真的要重點去到 詳細的業績的話 其實大家都一定要關注 譬如說它在很多地方的業務 就是收入的增長方面 都明顯是放慢了 甚至乎在歐洲方面 利息收入方面都是倒退 整體來說 也是錄得一個倒退的情況 如果你說收入是倒退 但是盈利上升的話 解釋就只是說成本方面的削減 又或者在美國方面 匯融那邊的撥備開支方面的減少 再加上美國一些重要業務 包括當地稅用卡業務的出手 所帶來的一次性的收入 才令到那個順利 或者稅前盈利方面 就叫做有個輕微的增長 再加上如果你看回整體業務方面 見到歐洲方面都已經是由營轉規 現在唯一撐著整個匯控的業績 都是靠一些香港和亞太地區方面的業務 如果你說亞洲區很多新興市場 在今年上半年 其實經濟增長都明顯是放慢了的時候 去到下半年究竟這些地區的銀行業務 或者整體的貸款增長 會不會都有機會 會有個比較明顯的放慢呢 但如果你說連最重要的 增長引擎 亞洲區這一邊的業務 都是保不住的時候 我相信對於匯控整體來說 去到今年下半年 那個壓力都還是挺大的 當然你說核心指標方面 包括成本對收入比率 又或者ROE方面 暫時都跟他本身定了那個目標 都還是相距甚遠 去到明年達標的機會 我相信都是微乎其微的了 另外 我講那個賠償 又或者是罰款方面 究竟金額 今次他就撥了20億出來 究竟這20億 特別是針對美國方面 單單只是撥了那7億 究竟是否去到 即是掩蓋洗額錢方面 面臨罰款 我相信那個機會都是比較微的 如果你說接下來要提升這方面的撥備 或者罰款的數量是超乎 預期中是高的話 我對股價來說 我相信還是有壓力在 好 看看今天的大市 看到都是繼續升160點 現在這一刻 正在做19745點 除了匯豐方面 撐住大市之外 還有就是941 中移動方面 都正在升 亦是試了最高位 可能這次時間差不多了 要和Jason做一個申報 剛剛所說的股份 自己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 謝謝Jason 稍後回來 繼續有兩位主持人和嘉賓 和大家跟進大市 我們休息一會